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可看出 京官的民意收入根本与外官无法相比 一个七品的县令收入在一千两以上 而同级的京官不足一百两 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 也未得到有效改变 晚清著名文人李慈明做京官时 常常是揭不开锅 近日窘绝 待不能菊火 李慈明1830到1894年图李慈明的情况 曾有普遍性 当时的一些京官 甚至因为长期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 而人有菜色 甚至京官之穷成了许多人调侃朝命的对象 教破连为马破安 偶来白发已成男 奋舌当道从旁过 便是当朝一品官 虽然穷困 但是最要命的是作为汉林京官 却宁可饿死 也要摆面子 出行要做教子 家里要有奴役 而迎来晚送更是不能少 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地记录这样的场景 先在车马后待人 再到诗门二两人 唯有两餐再不得 一回典荡 一伤神 不光如此 京官还要维持与身份相当的各种交友 清晰 电影等等 有学者粗略统计 京官工资月薪折合人民币 也折在两千多元前 这对于巨大开支简直悲水车薪 温不足道 倾记一个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希斌是河北人 因结交外观狠手 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 我家平常不做饭 上下四口人 早上花一钱买开水 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 加上点葱酱小菜 可以想见京官之穷困状况 清朝的马骑行的元宝图 既然这么穷困 那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借钱 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观 来送各种镜 为此不得不结交各地官员 希望能施舍 一点赞助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 京官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消息 一旦确认 马上奔走相告 趋至若鹜 有人说这是百余年来成为故事 清代笔记平谱已稿 记载 京官俱远 习以为常 如果不去参与 不回省 今后就不再被列入到阵营 长时间没了这个圈子 不按照这个官场规则把戏 那么这辈子也别想再当官翻身 这些社交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 中兴名陈曾国藩 恰恰也是从穷京官开始的 作为湖南大山走出来的青年 一路向北 典型的北漂 在做了京官后 常常为了缺钱发愁 甚至因为穷 被手下人吵了忧郁 不跟他混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到1872年3月12日 涂到光21年 新来乍到北京的年底 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到处化缘的钱基本花光 不得不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年 此后借债逐渐达到一千多两 长期的经济压力下 甚至在做梦时 让曾国藩都梦到别人的钱的羡慕 逐渐闻人的别境 心为之动 昨夜梦人得利 甚觉艳羡 随后不得不自己检讨这种好力之心 玩极因为缺钱 远在北京的曾国藩 想回老家探亲 因为没有路费而不得不作罢 梦寐之中 时时想念堂上老人 于自去岁以来 日日想归醒了 一则经中欠债将近一千两 归家路费又须数百 甚难挫败 此时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 却因没有路费回不了家 这实在令人感到虚稀 与以慈明河流 光帝相比 清官曾国藩还不算最惨 晚兴最穷最惨的京官 就要数刘光帝 穷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 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环郊外盖了一个破房子 用礼把背起来 家里请不起老师 他就自己教 如果来了客人 只能领卖一点白酒 主欲卖招待客人 刘光帝本人整整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 一步跑斧 十年不易 其妻子和孩子们穿着破烂 跟沿街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 刘光帝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 可谓京官中穷到了极致的一个 这些虽然只是表面 却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清朝官员图时光回溯到乾隆年代 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 清官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当时的吏部尚书陈鸿谋 由于没关联业 不贪不战 家里缺钱时候 需要把朝廷所赐的人参拿出去卖补些家用 从新凤角度来看 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 新凤制度大体相当 但是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 清代自乾隆元年以来 到光绪十年左右一个时期中 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左右 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 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 又再次受到这种冲击 可谓低心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进一步腐贪问题式 一旦穷京官一旦遇到机会 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 马上闲鱼翻身 甚至变本加厉进行非法搜刮 以报此前的穷仇 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 而上下勾连 只求做官发财 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勇 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曹振勇1755年到1835年 自立生徒轻视外计 记录了一段生动的曹振勇心得体会 你要想担官 第一要有内援 贿赂之费 尤其不能小气 态度要极圆滑 与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 凡事均需认真 不可有立功之心 亦不可自以为中 遇到困难 则取巧规避 最要者 为摩棱二字 切勿忘发 一轮 很大程度上 以曹振勇这样不作为的三朝宰相 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 在历史大格局下 也让更多人围绕着制度性建设 进行历史借鉴 文 赵立波参考文献 青史稿评谱以稿文字 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使ок Wildlife团队创作